《紳士革聽新聞》 歡迎收聽《紳士革聽新聞》 我是Doris 中共二十大之前 中共的內宣、外宣 紛紛開始為習近平連任造勢 親北京港媒放風 稱習近平將當人民領袖 長期執政等 但多個海外觀察家 並不以此為言 指出中共內鬥正在加劇 但中共整體倒台 才是中共的希望所在 《香港明報》7月12日的報導 引用了京城消息人士 和政治學者的話稱 習近平二十大將會繼續連任 所有政黨系統權力架構調整 都已經為習近平長期執政做好鋪墊 而且除了之前的核心稱號外 習近平將被正式冠以人民領袖的稱為 而且即使習近平將來退位 只要他還生存 他的影響力就是第一位 前一段時間 中宣系統已經進入二十大時間 中宣部和各大官媒連續發表 吹捧習近平的文章 在中國各地開始對習近平的吹捧 尤其早在2022年4月 廣西省宣傳 永遠擁大領袖 最近北京、天津、河南等地的一把手 也公開發表長文 使用領袖觸托、領袖風範的字眼來吹捧習近平 不過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面臨各種難題 近來面對疫情動態清零下 經濟受到重創 以及中共在烏鵝戰爭中所設的立場 再加上中美、中歐關係崩緊等不利因素 在中國黨內出現了反習暗潮 有住在北京部隊大院的紅二代日前和大紀元透露 有關習近平下台的政治謠言 在微博中廣傳但需要密碼開啟 最多的謠言是關於習近平下台的 罵他的人太多了 對於中共內外宣和習近平造勢連任 澳洲式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 在7月12日對大紀元表示 這種吹捧習近平十九大就搞過一輪 現在二十大之前也是常規動作 專制政權這種阿如奉承 肉麻的吹捧一直都是不絕於耳 但是馮崇義認為現在的內鬥很激烈 底下反習暗潮洶湧 只不過包括李克強 還沒有人把心一環來推翻這個黨國專制 搞全民大選 他們還沒有這個政治意識 最近蕭建華受審 然後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受審 前司法部長傅政華被起訴 對於這些敏感人物接二連三受審 被起訴 馮崇義認為 和中共二十大的內鬥有關 馮崇義說 習近平現在要將這些東西 就是要鎮住反習勢力 因為蕭建華是多性家勞 很多權貴家族都透過他來持有股份 他掌握了很多高層秘密 現在他受審 意味著習近平要警告那些權貴 把柄在我手上 斧頭隨時都可以斬下來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縱攬中國總編陳恢全 7月13日和大紀元表示 明報放出的這些消息不重要 也絕對不是事實 這只是最近上面還在激烈鬥爭的其中一幕 是相當短暫的一幕 陳恢德認為 習派在抓緊宣傳 但實質上 習近平可不可以連任還有很大的變數 看來不可以連任的機會 高達於50% 現在的形勢非常複雜 放風的都是一些小事 陳恢德表示 最近官媒有個關於習近平十年執政的總結 在胡錦濤卸任前也有個總結 有報導來看並沒有太大的吹噓 總結執政也是十年到期了 另外陳恢德認為 國內的一些跡象也顯示 中共高層正在交戰 7月10日 全國大約3,000名取款有困難的存戶 集結在鄭州維權 打出橫額 茅頭直指習家軍成員 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 有通天的關係 還叫出李克強來查河南 陳恢德表示 這種情況是過去從來都沒發生過的 總括來說正在較量 任何一個說法都不能成為定論 還未到大局已定的情況 人權活動家陳光誠 7月13日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無論在連任還是突然被拿下 對於中國改變專制的狀態都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他連任這種共產奴役人民的形式將會繼續 習近平如果突然被其他反對者拿下 共產黨的專制體制仍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例如說他被趕走了 將薄熙來由監獄放出來 將周永康由監獄放出來 那麼唱紅打黑 就有可能在全國就退開 我覺得根本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陳光誠認為 最重要的是 用什麼方法 才可以將整個共產體制瓦解 令中國實現民主 憲政 法治 自由 共產黨這個體制只要不倒閉 無論是換上哪一個上台 都很難有什麼好或者大的改變 陳光誠表示 促成中共跨台 有幾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因素是 國際社會徹底認清中共 組織起來形成民主國際 下決心由根本上解決共產專政 而不是說他專制他的 我還要跟他做生意 要這種思維徹底平氣 像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說 我有信心 因為我們曾經成功過 陳光誠說 畢竟國際上掌握著中共的經濟命脈 同時國際社會也有能力解除中共的武裝 無論是經濟上 還是軍事力量上 都足以改變 第二 就是中國公民的覺醒 中國公民覺醒組織起來 有目標感 有策略感 有戰術 還有步驟 步步為營 向前推進 陳光誠說 我們不可以停留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 鐵鏈鋁出來 大家就呼籲中共解決鐵鏈鋁的問題 唐山打人出來 這些小流民辦的事 就可能是大流民系統性的犯罪 但我們就要求大流民去解決問題 這樣永遠是治標不治本的 以上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中海寧 諾瓦報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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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